再來關心新冠本土病例 今天再新增四萬兩百九十三例 死亡新增一百五十一例 年紀最輕的是三十五歲 罹患癌症 未施打過疫苗的女性 而上午行政院舉行擴大防疫會議 評估目前家用快篩的試劑 數量充足 則中心建議七月一號 開始實施第二輪的學齡前 兒童免費再領取一份 五劑的快篩試劑 二十五號國內COVID-19 本土確診人數 比前一天略微減少 降至四萬零兩百九十三例 以臺中市最多有六千零七十五例 其次為高雄與新北 皆有五千多例 而確診個案中新增一百五十一例死亡 超過一半年齡八十歲以上 最年輕回三十五歲 罹患癌女性未施打過疫苗 其中有一百四十人 約九十三百分之有癌症等重大疾病 或慢性病史 那在疫苗接種上 有九十六人約六十四%未打滿三劑疫苗 二十五號本土確診人數全臺最高的臺中市 下午也舉行記者會 指出確診數已經比上週六減少二三趴 代表臺中已經從高原期往下遞檢 針對兒童疫苗施打 市府採三管齊下 除了透過醫療院所預約 校園集中施打 二十五號也啟用十二站校園加日快打站 首日上午有一千六百九十三人接種 這個合計起來第一劑已經達到七十九點零五% 第二劑也達到九點一五% 那這個部分呢也在六都裡面 我們算是最前面的 行政院則在上午召開擴大防疫會議 由蘇貞昌院長主持 討論國內外疫情發展情形 等議題 指揮中心在會中表示 目前家用快篩試劑數量充足 因應滿六個月至五歲 幼兒尚未施打疫苗 建議從七月一號起 實施第二輪零到六歲的學齡前兒童 免費再領取一份五劑快篩試劑 記者 郭俊麟綜合報導